HELLO 大家好 我是宗杰 今天我们来到了 这边是位于嘉义的民雄 那这边呢我们从来没来过也没寻过 我们是原本去无缝大学 然后一路开 然后左边这条是什么路不知道 然后我们就往下开 随机发现了一间娃娃机店 就来这间玩看看吧 我们来玩一下第一台 这台呢我刚有小四的十元 他好像是下放台 然后后面有金针 呃有点紧 但是开了之后那三盒四盒也许都会直接出 但是我先 先把这个打下来 下来 他下来之后可以去拖 我们才一开始要打而已 他有尝试修复30秒 好像修复了三次 我们发现他是坏在哪了 他在 诶 他硬拖拖回来了 他刚刚是被上面的灯卡住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 诶 竟然好了 来哦你看哦 有没有看到 那边垂了一条线 我把他的插座给吐掉了 他整个按一半 没关系他可以玩就好 对啦可以玩就好 哇刚刚那个 他刚刚是捅了一身 我以为他那个 逗炸 对啊 OK啦能玩就好 这台甩幅超大 但是不要再坏啦外衣 来 来 来我们至少先求个出货感吧 可以吸吗 可以耶 那公仔能不能出来 让我吸一下 你看那是锁笼 只要你掰到一个 让我们掰一个锁笼吧 可是他锁笼那么开 就不知道 如果你刚好勾到旁边 也许可以 还是我先这里好了 逆一个 上去 然后前面这个公仔走开啊 不然这一台 嗯 我觉得他啪不出来 就 就试试看啦 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 哇可惜 那这个让我吸一下 不要玩一下 来再吸一下 哇 哇 是吃不太到 这样也不给我出 很好 不要回来 不要回来 来吧我们的机会来了 喇他一波 2秒 2秒1秒吧 可惜啊 这拿没用耶 对啊 至少先出 可是在上面这一段 你看捏起来是不是都放 可是公仔都出不来啊 对啊公仔 只要那是锁笼被我们挖到一下 那两支绝对出来 因为他是靠锁笼 比较重一点点 那一支比较重一点点 大震撼 应该很难出来 对 他的爪距那么开 想不到他 插不进去啊 嗯 而且加上前面的东西在那边一直倒 我先把这个拉倒 来他倒了 然后脱下面这一个 即使没有打到公仔 我们也要出 但是就是想打到公仔 丢 还是说 其实我们硬脱那个乳肤比较轻的 把它拌下来能不能 可是那两爪就没办法拨到他啊 呃 两爪拨到他 有啦 那只鲁笼比较高 大概0.5公分 试试看嘛 反正凡事都是要试试看才知道 也许这样子你看 呃 呃 呃 硬掰 嘿嘿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我们先把这一个 这个要嘛出要嘛先走 然后我们就把乳肤给拉出来 给它包下去 放了一下 放了一下 水壶走开啊 要不要把它推进去 对啊 哇这个水壶 可是你先抓乳肤啊 试试看 试试看 如果他抓到它给它直接越过 越 来了来了 这边也松了 你看 那是大侦探 对我们就不理他 然后这边 一个推拍 來 這樣會比較好嗎 然後這一隻雞德 吃到 雞德出來然後那隻也過來 我們可以打個兩隻三隻也好 雞德 那這隻魯夫先來 來 大陣漢 大陣漢可以出來大陣漢好打 只要讓我一個進進去就好 吃一吃就好 有 還可以還可以 用魯夫做 魯夫喔也可以 甩打也可以這台甩幅這麼大 好 漂亮你看一出來秒殺 然後魯夫球個過來 來了 然後 沒有刮上去 對啊然後雞德 雞德拉起來也是重的 它跟那個打大震撼的感覺應該會一樣 起來了 這角度 這樣子 來魯夫先 還是要這個魯夫啊 這個魯夫在這裡我不知道 啊剛剛可以吸對不對 對啊 這公仔吸得動嗎 至少讓它先變個位置 然後我們魯夫跟水壺先擋在那裡 先求變個位置 然後它過去剛好是這個爪位 來這個先吧 欸 這裡可以吸嗎 試試看 哎呀我的爪子 出來 出來 哎呀 沒有剛剛這個太低了 剛剛那個真的太低了 你要捏在 可能它要站起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它會放 現在是要封水壺啊 水壺要先動掉 不然太擋路了 來呀 卡得過嗎 可以 硬巴 拔不起妹妹就拔透 我 說啥啦 你要做什麼啊 拔下去就對了啦 我知道了 回去你要科普一下 以前那個黑人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影片 你就知道人家在說什麼 那以前很紅呢 變啦 這個 這個要先想辦法把它變個位置 變一下 但是這個 這個 還是上面的東西都要下來 也行 只是這個角度我會打 多段一個大前推 一個多段大前推 也許它會直接放 來 試試看 但是要捏在頭的位置 這樣 有沒有 捏得夠高 夠高 因為它上去 它上升速度算快 這一段 會直接放 放一個 但是它的甩幅 它你看給那麼大 但是你只要低了 它起來會這樣子 這樣子會有一個大內丟 這個角度應該可以 這個角度應該可以 威吸一下 剛好捏到後盤 來 記得 出來 先出來 後面雖然有點空 但是要先把它先帶過來 這個甩幅 然後我先拉一個東西下去補那個位 這樣子 幹嘛沒有下去啊 來來來 不行它一定要這樣子 一定要下來 這會不會抽都有 有可能 要不要 要嗎 可以 來 有啊 剛剛這個爪位還後旁咧 哎呦 我再下去一點點 正旁 怎麼吃正旁啊 哇塞 過來 好豐富 沒關西 沒關西 帶回來 捏薄一點 放 正旁咧 所以我就說這台就是 你看你要捏得夠高 薄 它起來就是一拍 然後後面的東西我們也小戴一下 因為我們出的很順 然後看能不能再多拿幾個東西 雖然公仔... 整個空了 公仔我們整個沒了 他這邊全部都是3C 889 888 埃基達人行動電源 可是裡面也挖不到啦 對 裡面也挖不到 他再吃不到我就不要了 好 不要 因為他那個角度可能比較斜一點 所以比較難吃 但沒關係 我們公仔整排都少掉了 那我們再去玩一下其他的 來吧 我們來試試看這一台 這台公仔台 他裡面重點是很多... 新貨 你看像後面那一個 藍色頭髮那個我也沒看過 這一個 但是... 他的出點在哪我還不知道 先過來 感覺可以吸耶 感覺可以吸耶 可以嗎 他沒開手機 喔... 可以 試試看 來 先球起來 插進去 起來了 打了 哇... 哇... 那個是不是應該要出的啊 竟然噴右邊 全部丟過去了 對 至少我們先做一個... 丟 鐵坡 超大平台 哇... 這個起來 這是要整白色那一個啊 欸... 我再試最後一下 插到 不夠上來啊 可惜了 丟丟看 有 再一次 哎呀... 那個...那一下 沒得 這一台 因為重點我不知道它的出點滴... 它的吸的力道又還好 重點甩幅吧 對 甩幅比較難帶 這台甩幅是真的 欸...有 有 來吧 我們拉一下裡面的這一個 整除喇亂 射不上去啊 射不上去啊 捏薄看看 哇... 它後面它二瘦那一顆是比較偏軟 沒辦法很紮實 這一盒走開啦 都是這一盒在亂 中 欸... 我是不能吸 欸... 試試看 每次的那個轉爪都轉得非常之... 硬斑 因為它那個...那個... 限速就拉到後面 它甩過去 它會很...很硬 超硬的一個... 一個ㄍㄧㄥ住在那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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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難怪 然後我在...它在捏的過程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有點偏軟對不對 嗯... 這一個沒螺絲 難怪... 對...難怪那一下覺得特別的軟 抓到喔...想說怎麼那麼奇怪 那個捏起來的感覺就是... 要怎麼外丟啦 哈哈哈... 我覺得應該是它的那個... 它的限速硬斤 然後剛好我們逆斜甩甩過去 它又一斤斤回來 一盒就好嗎 對啊 然後最後我們這樣子 看來這一樓沒啥用 沒有啊 完全... 吸不動 因為那一根... 原來為什麼... 怎麼會這麼軟的一節 就是那一根啊 好吧 好吧 那我們就還好 在600多的時候出 然後我們打的時候裡面 雷寶原本就大概200左右 大概打400多 但還行 那我們就出這一盒吧 再去玩一下 其他的 這一台呢 它有... 夾一刮一 所以我們可以夾個運氣運氣 刮個運氣運氣啊 不是夾個運氣運氣 欸... 它好像... 它沒有爪套耶 對啊 沒爪套啊 而且... 好像它下爪有延遲 因為它我拍下去那一刻 好像有鈍了一下 對啊 有啊 對啊 很明顯 我能不能把這個弄出來就好 欸...可以喇啦 嗯... 下爪爪 我可以喇了 在這裏 我出來了 原來可以喇 我再喇一下 哇! 喇不動了 好 下面起不喇 對 那我們就出一個就好 然後一個它可以夾一刮一 那就你選吧 1號 而且1號 對耶 1號是什麼 無限除蠻機 上面就兩個而已 對就兩個 結果被你刮到一個 這運氣也太好了 那我們就密一下台主拿獎品 再去玩一下下一台 這一台一開始以為它是娃娃 結果它不是 叮噹背包 可能是小朋友的那種背包吧 有點重量嗎 再吃多一點 這門還有甩幅啦 但是逆斜甩不太行 應該可以 圍勾圍勾 這樣 再多一些些 它的腳跨上來了 有啦 吃一點點 它吃多不行 但是只能吃一點點 然後逆斜甩就比較 卡卡的 比較卡 左右 更卡 還是 但是它的天車也不夠快 不然可以靠天車甩幅過去就有 嗯...反而好像只有正門 去! 買不到啊 對啊 這一個有點難處理 一個就好 好吧 就這一下的 來 來 因為那一個其實帶過來之後 可以稍微拉 後面那個 哆啦A夢去補一下 來 中一個 打出來就好了 對啊 這個過來一下 哇哇 不行不行 直接來直接來 吃炸 因為我剛剛要去甩那個 發現甩幅也不行 它只要逆斜甩左右 這個角度都不行 它的正門還不錯 那我們就出兩隻就好 我們最後去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好我們這次夾完了 這次我們弄夾 這樣子吧 一小地 因為機台都是有斜度的 所以我沒辦法疊在機台上 只能擺地上了 然後這次來到這一場 這一場我們從來沒來過 而且這個地方 我們也是第一次來 隨機尋隨機看到這一場 就想說進來玩看看 結果沒想到 有的台子非常好玩 當然一間娃娃機店 會有簡單的 也會有難的 你看像我們剛剛打第一台 那一台公仔一出來 哇 那一面的公仔 一整排公仔我們全少了 因為那一台 我抓到它的台性 下去 如果你提早拍 它上升那一刻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它上升 會一個放軟 但是如果你是兩拍下去捏到 它上來就是兩拍內丟 所以要拼推 然後捏比較上面一點 然後就整排公仔全少了 然後還打很多水壺 下一台公仔台 那一台難易度就高非常的多 因為那一台我抓不到它的出點 那一刻出它是轉動口丟 因為它那個線速拉得很緊 我有可能剛好逆斜甩下去 我的爪子剛好帶一個轉 起來它的線速把它撐回去 撐回去所以再丟這個方向 所以就非常運氣 然後打到大概四五百塊左右 才出 還好沒吃飽就好 然後後面呢 去玩了那個刮刮樂 沒想到一刮 刮中它的最大獎 無限除蠻機 今天第一次來到這場 出貨感也蠻不錯的 那我們今天就夾這樣子吧 這次想要抽什麼呢 這台看上去我就覺得 其實是頗有質感的 然後它是手持無限除蠻機 重點它是無限的 無限你在操作上 你可能沖完店操作上 會非常的方便 就跟Dyson的意思是一樣 我們Dyson吸塵器這樣子 無限吸來吸去吸哪裡 然後它充電 你就可以這樣無限的 你要去哪裡就去哪裡 會方便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這次抽獎就抽 今天運氣最好的 手持無限除蠻機 抽獎送給大家 那這一台的衝好棒 在騙我大家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 就這樣很期待 拜拜